各位比丘 各位比丘尼 各位撒咪 各位撒咪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手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净土法门 特别是净土法门透过佛妻来给予实践修持 这是对我们修行什么意义 当然修行是在个人 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打佛妻才能修净土法门 可是净土法门是易修 当然也容易得利益 可是因为容易修方法也很单纯 所以他的配套 既然单纯就是所谓的配套扫 就不必太多麻烦 比如我要拜颤 我要供花 手炉 佛像 哪怕是颤本 可能颤本你没有背起来 那你要颤本 但是念佛都没有啊 不需要花 供品什么的颤本都不用啊 你就奥弥陀佛奥弥陀佛就念就可以了 你看他很直截了当 而且也随时可以修 但人就是很奇怪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会觉得说这样有效吗 或者是这样算修行吗 或者是说这种修行 这个会不会比其他的方法来的没那么伟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然这也是实际因缘啊 这不牵涉什么比较了 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啊 三个月前就买飞机票 到印度啊 到哪里啊 哪位上师 哪位大喇嘛 要传一个怎么样没传过的法呀 那么我们要去挤那个什么呢 平常你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那个很插进的 那个旅馆啊 觉得哇 这不就是在修行吗 你懂意思吗 这种感觉非常浓重 很浓重这样子 然后你看他跟 你看他跟哪怕是一个在家喇嘛照相 他都 知恭敬啊 知悲屈 是这样 我们就OK的 这没问题 我们乐见这样子 那只是说 有时候我们也为 这么直截了当的 有效的净土法门啊 感到 感到说啊 这个可惜 其实不必 道不必远求 那么呢 最究竟直截了当的法门 而且当生就能够让你 与文殊普贤同等地位 那就是净土法门 而且他没有所谓的传承有无的问题 他也没有所谓的 你要做什么前行的问题 他只有一个很单纯的概念 那就是你 对娑婆的贪恋 得到了控制 能够翻转 临终的时候呢 唯一叫要一个正念起来 就是 怨生极乐 万元放下 什么叫做万元 你可能临终痛啊 临终舍不得啊 临终生气啊 临终突然间想到什么 还没决定啊 或者临终的时候意念今生 犯戒 什么事情没做好 或者 很不幸的 你最讨厌见到的人他来了 凡死这一类的 就是临终的一切万元 对不对 欠我 欠我那么多钱的人 一辈子找他 找不到 临终的时候 假惺惺的来到我面前 还叫我说 你就好啊 我哪有可能好啊 比如说这样 这些就是万元啊 其实他要的就是这样 其实这些 你修任何法门 都可能遇到这种障碍 但任何一种法门 都没有那么直接了当的告诉你说 临终的时候 这个是解决方案 其实并没有 你比如我们颂咒好了 颂咒一定有某一个 咒语的某个目的 宵夜障啊 求福报啊 或是我们修哪一个大法 哪个大法怎么样 那大法怎么样 大小让你修完了之后 临终绝对没有障碍 也没有跟你保证 我没听说哪一种大法 是这么保证过的 但净土宗呢 当然他也不保证 可是净土宗 从头至尾 就是一个目的而已啊 灵终 让你无障碍 你不觉得吗 修七 七修八修 五不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吗 你哪怕是修什么大法 不也是为了这个事情吗 对不对 这个事情没解决 你说我修了很多大法啊 结果不小心 去到颜罗王面前 颜罗王说 你也来 对啊 我也觉得奇怪啊 我修的是大法啊 怎么来你这儿 颜罗王说 我也觉得奇怪 你干嘛来呢 我很忙啊 你增加我的业务负担 净土宗没有什么奇特 他就是要你临终的时候 唯一依靠阿弥陀佛 唯一想去极乐世界 就这么简单 没有杂话 那你想想看 我们最怕最怕的是什么 死不到哪里去 死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不知道要死的堂里去 这有时候是骂人的话 但是呢 他就我们自己就是这种感觉 生 生每一天都有机会 对吧 今天我在想 我如何这般 这个 我刚刚那个看的外面 有那个什么三宝粉 那个麦粉 那麦粉的话呢 这个受八观哉戒 能不用还是最好不要用 因为说你们受八观哉戒 才七天而已 哪怕八天 能够撑得过去的就不要用 那实在是有病原 那是生病 那你就不要说怎么样 那去用 没关系 不然过午之前 你要用可以 那你也没什么机会用啊 对不对 早餐完毕了 就受八观哉戒 结果呢 这吃了 就赶紧上架去拜佛 拜完佛了 我就跟着你们 看着你们 是不是这样子啊 然后等一下讲完 出去就吃中餐 你什么机会就报了 所以他写那个说 中餐之前 未受八冠灾戒者不要吃 可以吃 你说中山之后就不要吃 其实意思一样 大家也没什么机会 不过没有受八冠灾戒 当然你身体有不舒服 你去用一下可以 有些道场是比较松 没关系啦 用一下只是粉而已 因为我们也不要人家讲话说 法上法师那里受八冠灾戒就受假的 都在那个泡什么粉 也不要人家讲这种话 船出去拍一听 也不好听 你们吃得很舒服 我再担明依也这也不太好 是不是这样子 现在网络酸民很多 我也很胖 所以说这个我还是公开讲 就是除非你真的生病不行 那么你自己看着办 不然我们因为你是七天而已 应该不至于饿死 是这样 那我们的师傅都 我们的居士或师傅都很努力的中午在煮 早餐也很努力的在煮 你就努力吃那两餐 那中午晚上就是我们学着过午不思 这样好不好 让你们了解一下 不是怕你们吃 不是怕你们吃 那个东西算什么呢 不算什么 对吧 但是学一下子 冲一下子 让他更清静一点 OK 我们讲回净土法门 那么净土法门呢 其实是很担刀直入 他就是锁定一个目的 那他因为锁定一个目的 他的方法也锁定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呢 信愿持民弥陀 他的目的也锁定一个条件 他的条件也锁定一个 临终正念起来 你就临终正念 你临终很难正念 临终的时候 诸般威势消失 诸般亲爱的东西消失 诸般爱染的人消失 诸般放不下的人消失 我们要临终的时候是很孤独的 很孤独的 在这种很孤独的情况下 我们最 我们最希望谁 我们最希望我们希望的人 陪伴我们 这在古代呢 这极端残忍 就变成有陪葬 陪葬都是他喜爱的人 你知道吗 怎么会这样 我想不懂 华人的社会一直到 明朝都还有陪葬 那么我们最近 三四五十年前还几年前 在山东一带还挖到了一个 吓死人的陪葬 那是宋元明清 元朝 元朝中叶的样子 一个大将 后来考据出来 从他衣服啦布料考据出来 大将 他的第一夫人 没脸 没有脸 只有一块布包住 为什么 脸太难看 那情况是这样子的 那整个头颅 夫人不可能被暗杀 那个死的人 明显的就是 这个什么 陈基斯坎的家族 的一位将领 铁木针他们家的人 稍微后一代两代 那么他的太太 史书有记载 原来就是他 他的脸不见 为什么不见了呢 是因为老公死了 太太才几岁呢 才三十多 老公四十几 你要知道 蒙古人当年活到四十多岁 算是很不错 四五十岁已经很长寿 然后三十几岁的女人 你说怎样 怎么做 就给他喝毒药 要让他逝死啊 好陪葬啊 结果没死 没死痛 痛的时候他都会反悔啊 不想死啊 这么痛嘛 结果怎么办 旁边的四官 就是侍奉他的官员 平常都是他的小的 被告知 当遇到这个情况要怎么样 啊 怎样 有意见吗 要怎样 啊 弄到死 那你要怎么弄到死 用针吗 古代没有针啊 再灌他 不可能了 他已经在挣扎了 雷死难看啊 雷死会有一条痕迹啊 闷死的话脸发黑啊 就空空 这都没看人 不过当然是这样的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很难看来不及 直接一个顿气从背后 敲死 其实没有死 昏死而已 但是呢 脸还是难看 那怎么办 把脸挖掉 脸拿掉 用布包起来 然后这样子 亲戚朋友来看 还付那种 好安慰哦 你看看 老公死 老婆陪葬 这真是猎妇啊 听得毛骨悚然 中国的女人真的是命运多舛 好可怕 越富贵的女人越是这样 嫁到豪门是这种 这样子死法的 毛骨悚然 好了 那 临终的时候 为什么会发展出这种怪异的习俗 或者是做法 有钱人为什么会这样 两个意思 第一个 我要的东西 不能够在我死后给别人 第二 我要带走 不但不给别人 我要带走 那我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物质 那我就说 兵马俑 钱财 什么 玉玺 后来人家会盗墓 不就这样来的吗 是不是 那第二种是什么 感情 特别是妻子的忠诚 不可以给别人 裂父 不是二夫 忠诚 不是二主 听起来真的很可怕 那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二夫呢 陪我走啊 跟我一起死啊 讲这话很难听 很沉闷 特别在早上 但我就是要这样弄你们 那你才知道 我们的贪爱可以多重 你知道吗 先生死了 有时候太太会恨 你知道吗 会不会 会不会了 怎么会不会 加减恨 尤其越早死 太太越早恨 你说你爱我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就死 就是这种感觉 女儿也会恨爸爸 女儿恨爸爸 儿子恨妈妈 为什么你死 为什么你不继续爱我 活人居然还有力气恨 那么死的人 临死的人 难堪 放不下 我死了 我们这个儿子要怎么 我们这个水母要怎么 我们这个儿子要怎么 很可怕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但是你要起颠倒就这样 所以你看看 陪葬会成为一个惯例 这凭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你就知道 这就是人性 听懂吗 听懂吗 很恐怖 但是就是要恐怖你 就是要恐怖你 恐怖什么 我们临终的时候放不下 我们临终的时候放不下 所以千万净土法门最单纯 叫你做一件事 临终通通就放下 问题是放下两手空空 你怎么办 你怎么过日子 抓一个 对 让你抓一个 奥弥陀佛 抓奥弥陀佛什么了 奥弥陀佛的本愿 奥弥陀佛的接引之愿 你看看多善巧 对不对 什么都不让你抓 那你还会慌啊 是不是 那我就让你抓住一个 奥弥陀佛的本愿 所以一切就只剩下一件事而已 你到底愿便相信 愿便把它抓紧 就剩下这件事而已啊 哪有奇特啊 一点都不奇特 是不是啊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这个法门特别 单刀直入 有没有感觉 你一定会这样问我 哎呀法师你不是说你是接法天台中的吗 天台中法很复杂耶 你怎么今天这样讲 那你大概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法本来就可以很复杂 也可以很复杂 回归到很单纯啊 本来就这样哦 应激而用的嘛 我只是现在正在告诉你说 你愿意复杂也可以 我在没有法会的时候 或者我没有忙的时候 没出国的时候 我都会上课 讲天台中 你尽管来上 要复杂我也有 但是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生死的大事 那复杂就站前放着 因为复杂不知道抓哪一个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单刀直入 在临终的时候 就既恐惧 又后悔 又难堪 又舍不得 又这个那个那个 各种情绪啊 千百种味道出来啊 你知道吗 你爱的人不出现 你恨啊 我爱你一死人 我要死啊 你不想来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是不是嘛 所以那个爹娘要死的时候 死不 死不不败 怎么 住美国那个 做医生的好心 还没回来 有没有啦 有没有啦 有哦 搞不好就是你呢 有没有 电视机前面的 YouTube前面的人 如果有的话 加一 对不对啊 是不是 你爱的人 你会这样想 我这么爱你 我都要死了 你不来看我一下 对吧 是不是 结果呢 来了时候 看了放不下 看了放不下 不看生恨 看了放不下 啊你看怎么办 到底 给我一句话 看还是不看 不看啊 不看做不到啦 这句话说得好 你现在可以 很严格 很 很阿沙利 说 不用 你祖母没看 到时候你就知道 很简单嘛 你孩子去那头带媳妇 我给你知道 你看你会怎样 弄得瘪了 弄得瘪了 又弄拼 拿桌子 要去港台 所以 不要电飘飘 不要电用 对到你就知道 没有对劲 对哦 真的是这样 没事的时候 现在坐在这里 都很正常 懂吗 听师父讲 都像个道人一样 说放下 只有放下 回去就去亚光了 了解意思吗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你想想看 净土法门就这么简单 他告诉你一件事 我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让你来 比什么都好 你要不要来 就这样 就这样而已 他跟你保证 比你太太 比你先生 比你的钱财 比你的地位 比你的一切 成就都还大 娑婆世界 全部给你了 比不上极乐世界 一粒沙子 这就是口诀 记起来没有 大家都要花红包 这个是保证 让你往生的 临终的时候 要一直念 极乐世界 娑婆世界的一切 恩情恩爱 钱财名利 不如极乐世界 一粒沙 我要能看到 极乐世界一粒沙 我就已经是 极乐世界的人了 娑婆世界 给我做 娑婆世界的人亡 老子都不干 不过当时你要这样想 那这样那些恩情怎么办 恩爱怎么办 你曾经说过 你爱他的 那怎么办 怎么安顿 怎么安顿啊 回答不出来就麻烦了 嗯 啊 怎样 念佛 你娘不念佛啊 你娘不念佛啊 哦 这样哦 回路说佛度有情哦 现在都念佛这么好诗 同生极乐 他不坚弃啊 他信阿妹嫂妹啊 他信基督教天主教啊 对啊 没办法 是你信佛之后 你才嫁 之前就嫁他的 嫁了他之后 你信佛 他信上帝啊 又不能换丈夫 又不能换老公 又不能换老婆 对不对 你也不能说 大家婚姻 不 大家信仰不一样 就要离婚 这个佛教也没有这种规定啊 是不是啊 然后你说你要去度他 搞不好你不要被度 就已经很好了 我也很难说 你要去度他 佛教也没有这种攻击性啊 虽然说去度人家不叫攻击啊 但是说没有这种排他性 跟扭转用心啊 没有 那你怎么办 你曾经爱过的怎么办 怎么放下 我们这里看 你可以有你的方法 我没办法跟你评论 你的方法怎样 刚刚什么回路说佛啦 什么替他念佛 什么求忏悔啦 我都随喜 我只有一件事 临终的时候 你不要起怀疑 你不要再放不下 哎哟 我很爱他了 我现在去 还是要怎么 啊是 你这种想法出来就死 也就是 你要走之前 看起来得要安顿好你的感情 有时候该绝就得绝 那其实不叫绝 而是绝 断绝的绝 转 应该是三十月以后 然后发热 可以 但问题是他忍 他抱着你 你不承识啦 我是要怎么抓到 现在是嘟到这 你听话意思吗 我们也可以发完 是 他的业力也是 这都是后来的事 我讲的是 我们要临终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 一切情感 预先安顿好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 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反应 当然你可以说 老公让他先死好了 你不能这样发怨的 对不对 这样他就不会惹我了 不会喔 不一定喔 他死了他还是 做阿飘跟着你啊 结果你也要死 刚好看得到他 这样也不行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也不能晚客回向了 回向老公先死 老婆先死 这样你也不能这样回向 是不是这样子啊 只能一切随缘 对吧 是不是这样 而且很惨的是这样子 有的人 你比如说阿加曼尊者好了 阿加曼尊者他往 他曾经发愿做大修行人 大称修行人 结果他太太相信了 他太太这一相信之后 不去投胎耶 阿加曼尊者他太太 阿加曼尊者自己说的 阿加曼尊者是谁啊 阿加曼尊者是 清朝末年民国 还不到民国 清朝末年时代 在泰国的一位 一位小称修行人 他讲出他自己的故事 很有名叫做阿加曼尊者传 连斯伊兰卡人 都读他的传记 他最新的传记出来 他说 他说当时 他太太跟着他 他都不知道那是谁 连他禅定很深 都不知道 为什么 六道找不到他啊 为什么 他不去投胎啊 不在六道内啊 他在中阴身 中阴身就是这一道 跟这一道的中间 生跟死的中间 就是太平间 不是 生跟死的中间 就是中阴 生跟死 上一世跟这一世 生死之间 你在生 你在下一世的生 跟你这一世的死之间 应该说死生 不叫生死 死生之间 死了 还没去投胎 这中间 这叫中阴 前一个五阴消失 后一个五阴未生起 这就是中间这个阴 懂吗 这个中阴 他就一直停在那 state 在哪里 安主啊 你说你爱我 你说你会跟我 现菩萨堂 我就带你了 不是要怎么 结果一直跟着他 跟到连阿加曼都觉得怪怪的 他在禅定当中觉得 老有一个眼睛在看着他 但是观察就不知道在哪里 后来直接呼唤他 出来 踹共 出来讲 踹共 他真的出海讲 你想想看 连阿加曼 这种过去是修行人 都会有一个这种老婆跟着 哎哟 安娘喂 你呢 你觉得你没有吗 亚加贼 真的多 他可能已经是鬼 也可能是中阴 谁晓得 Who knows 也可能是这样 临终的时候 他出现 临终的时候出现 为什么 临终的时候气息跟他接近 就好像说 我们去机场接机 如果是他周二才到 你不会礼拜天就去吗 你一定是周二早上才会出发 准备去街场接机 对不对 那被接机的人 平常你还在英国 法国飞来飞去的时候 你没有说你要回来 你飞机票还没打那个时间 你也不会见到要来接机的人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什么时候会见到 你准备下飞机的时候 来接机的人就会出现了 对吧 那就对了 平常冤亲在主不出现 为什么 你还没有要下飞机啊 你还在这个身上 身上晃来晃去啊 还没有变中阴 还没有变成内道的人 内道的重生 比如说假设是恶鬼道或鬼道 鬼道也有很有福报的 或天人道也有 对不对 那你的天人恩爱者 还在那等啊 你就要不搞 我就不想找你 等到你已经要投胎成 天人恶鬼地狱出生 你有缘的那些地狱恶鬼出生 天人什么就来了 结果你看到他 哎哟 好久不见 我等你好苦啊 就这样啊 杨三伯与住英台 因为好久没见面了啊 对不对 那是天人 那是恶鬼 那是谁 那是你过去的阿嬷跑出来了 那是过去的老公出来了 说我来接你 你马上就说OK 因为太熟悉了 忘了阿弥陀佛 会不会 会不会啦 不会哦 你才会记的 所以这都是危险 你说失误啊 你都在唬人 我没唬人 我宁可现在唬你 到你临终 你不要怪我没告诉你 我告诉你 多到不行 你知道吗 那个宋朝乃会祖师 他在坐禅 他没念佛 坐禅坐禅 坐坐坐坐坐坐 他就功德很高 可是没念佛 求生极乐 没多久 一台马车来 在禅定中 来了一台马车 那马车上面 好庄严的天女啊 就跟他讲 哎呀大师 您的禅定功夫很好 要不这样吧 来 我们天宫为你准备好了 这是马车 您上座吧 还好那个禅师 念头没动 他说 我去天上干什么 天上不好修啊 他就说 对不起 我不求生天上 我如果不开悟 宁可在人间 那么你请便吧 你知道吗 那位天女居然还说什么 你知道吗 如果是这样 那你好歹给我个信物 我好回天宫跟天王 做个交代 说我有来了 哎呦 还这回事啊 他在定中啊 就拿起一个隐庆 交给他 他就谢谢 谢谢 都走了 那天晚上 三下大怪叫 三下的人很紧张 为什么 生了一条猪 猪的嘴里咬着什么呢 咬着一个隐庆 隐庆上面就刻着 是法杖之隐庆 怕死人 就那位禅师的名字 刻在那里 原来 是地狱道在欺瞒他 地狱道在欺瞒他 这就是所谓的献众生喜见之相 你才不会挣扎 临终的时候 那好了 那就好了 我们生命中有多少可爱的 放不下的 点滴在心头的 假装说不爱 其实又很爱的 那些藏在心里的东西 临终通通冒出来 那个时候你说那什么慈愣言咒 慈什么大悲咒 说什么哪一个灌顶法门 哪个大师曾经给你灌顶 我跟你说 拿出来用 我管你多少用吗 都拿出来用 十八般武艺都拿出来 跟他操练好了 那错误只有一刹那 你知道吗 上那台车子 你看看那位禅师 上那台车子 只有一念而已 你来得及啊 你要是念阿弥陀佛 就这么单独一念 可以对抗 干嘛 我想去阿弥陀佛那 哪儿我都不去 就这个念 可以抵抗得了一切 抵抗得了一切 有没有 有没有 还是怎样 你修等我 我来修一个法对抗你 没有用的 因为那一念就直接冲着你的贪念 恐惧念 染念 习惯念 习气等等 马上就要让你做决定 你根本来不及 这就是临终的样貌 为什么祖师一再地说 净土法门最直接 最了当 最保险 就要讲这个 你不拿这个情境来讲 你怎么说都是 不会让你麻麻麻麻麻 不感觉 今天用这个情境讲 你就听得懂 对不对 突然间出现的 你根本没办法准备啊 来 等我念大悲咒 观察一下 让我解手印赶走你 没效 因为你不知道他是鬼 你要解手印也来不及 解手印你还忘记怎么念 为什么 那个鬼不会当鬼出现 他会当很美丽的人 他会变成你喜爱的人 你内心有个喜爱 那个图像本来就在那里 他就会用你的图像 献那个像给你看 三世一切佛一切唯心造 你的贪爱不停的东西 同样贪爱会 怨恨也会 怨恨起来的时候 你欧弥陀忘光了 因为那个 那个可恨之人出来了 你这个 你这个坏人 我要死了你才带 好 我没有跟你 这个结果不算 你就可能要跟他怎样 你又去投胎 所以啊 临终太可怕 我绝对不服你 临终太可怕 我们太多隐藏着的这些事情 这样了解吗 信徒法门最单纯 他就要你用一念抵万念 哪一念 不是阿弥陀佛 是 念阿弥陀佛要求生极乐 念阿弥陀佛是要求生极乐 所以是 要求生极乐这一念 抵万念 懂吗 也就是那句口诀 极乐世界一切 说佛世界一切名利恩爱情感 恩德恩德恩恩 懂吗 相爱有没有恩 有没有恩啊 他供养你栽培你 有没有德 有没有恩 有 一切的恩 一切的所得 一切的遗憾 一切的功德 一切的财富 一切的名 一切的地位 一切的不舍 一切的责任 责任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责任 有没有啦 有 通通打包 归为一件事 缘起信空 不可得 哪怕是你要去投胎做天王啊 再来实践什么呢 法上法师 你再来投胎 宗教基本法就一定让你过 那我就会拱拱 跟着再投胎 你懂吗 因为我太爱他过了 我就傻傻的 在那个临终的时候 我连说 这个让你们去完成 我也得必须这样告诉自己 就是要 必须要这样 哪怕是责任 你也得放下 哪怕他保证你能够完成什么 都得放下 我先去再说 要必须这样 了解吗 就这一面而已 就这一面 这一面要我们 常驻师父准备好久 铺上草席 早一点在Facebook上公告 一年前我就公告有这个佛妻 然后你在一年前或者是几个月前 就在相关单位 如果必要的话 比如大陆的同胞们 你就要去申请来台湾 然后好多居士要去这个推掉 那个推掉 只为了来厨房煮菜 然后我们的相登师傅 要去准备那个准备那个 我们的摄影师傅要这个那个 然后我从德国赶回来 然后干什么 来准备这场会 这场法会 干什么 来成就我们这一年 这一年 什么年 娑婆的一切如梦如幻 活着的时候 把它随缘做做就好 有爱有恨 也随缘爱恨就好 随缘爱恨还是真的 你不能回去跟你老公讲 老公 我们随缘爱就好了 他就去 去发生发生 七天而已 回来就走进去 走从 对我的爱就变成随缘的爱 你不能这样讲 你要这样 他一下子听不懂 意思就是说 能爱你还是爱你 但是该放手 我们就得要互相放手 是这个意思 你不能这样讲 爱你是一场错误 去极乐世界才是真的 我以为你人爱拜 你才玩活事 你要 你要吃吗 不可以这样说 不可以这样讲 你懂吗 有个居士回去就这样讲 哎呦 还稀疏啊 结果他先生 很气 跑来说 要听听事物怎么说 说完了之后 他回去跟他太太讲 人家似乎不是这样讲的 诸位啊 爱恨你也要安排 人生真的爱恨太多 对不对 我们放不下的东西好多 我们得要安排 你要这样想 我去极乐世界 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排 我去极乐世界 是对他们最好最好最好的安慰 有没有道理 你去一个最棒的地方 往生者安稳 那生者安慰 有没有道理 这就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怎么会放不下呢 要放下 他怎么给你扣 你就怎么想 你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念佛人躺在那 男生躺在那要死了 太太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对着他哭 先生躺着 就看到他太太的鼻孔 结果就投胎成为一只鼻子里 鼻涕有的虫 他太爱了 你懂吗 他一直在纠结那个爱恨 生离死别 你就插一个念头 没转过来 没转过来 怎么转 你要说 不 我现在去极乐世界 他只是一时不懂 认为我离开而已 哪有啊 我去极乐世界 翻转成为修行人 他很快就会因为我的功德 而让他来 你要这样想 为什么 因为他曾经跟你一对 是不是这样 他成就你的修行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当然可以功德回向给他 能够跟你一起相爱的 都是同等级的 那你能够往生 就能感应他往生 当然不是必然 也要看他过去的业力 但一定有一份功德在内 所以你要这样硬转过来 然后说 我往生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只是他现在不懂而已 就是这样 对 如果说临终的时候 走得很自在 那更好 当然了 居然还有一种情况 很惨 是怎样 时间到了 只能下回分解 那个事情 会很特别 你要视线那个庄严相 可是活着的人 又起颠倒 活着起颠倒 就是被感情蒙蔽 这怎么解呢 也就是 你视线庄严自在相 也要他解读的出来 他万一他解读不出来 他会认为 你要死 你说走就走 对我这么没有留恋 那还叫爱吗 你看看 有没有 你会不会遇到这种人 我不知道 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不会 我也不敢说你一定会 我只请问你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没有 真实的案例就有 真实的案例就有 要不要听啊 要 好好念佛 晚上咱们再来 好 我们回向